切到按鍵的分析 你會發現切到按鍵最多的 排序的結果看得出來 這邊後面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配合樞紐分析圖 馬上可以看出來 這些資料都是台北市政府提供的 都在哪裡都在雲端 都在他們的開放 平台裡面 你就Google一下 那個什麼 開放資料 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一堆 舉凡這些東西都有 現在政府越來越開放 你網路上都可以查到 所以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變出這些東西來 當然第一個你要先知道 它提供給你的不是沒有區的這個欄位 但是未來如果你要用樞紐分析表 去畫出那些報表的資料的話 你第一個一定要產生什麼 一個叫區的欄位 那區的欄位你可以從什麼 從這個地址裡面把它切割 台北市什麼區 放過來這邊 OK 然後呢 所以要怎麼樣把那個區給 產生出來 所以也許你們回去可以試試看 這個在我論壇裡面也有教到這部分 其實非常簡單 要不呢你可以用 如果 有函數你就用函數 如果不能用函數 那你就用 VBA吧 其實 這個好像應該OK 很簡單 我是用MID MID從第四個字 取三個字 就過來了 有沒有區比較簡單 這個路可能比較難 路的話呢 有沒有 它剛好是在第六第七個字 有沒有 到路啊 不過路有的時候有三個字 有四個字 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比較更多的字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取啦 我這邊一樣用的嘛 一個公式 裡面的話 舉凡不就是用MID 不就是用FINE 還有IF 因為要產生一些錯誤發生 OK 那有這個路之後的話 有區有路之後 還有時段 那我就可以利用這三個字 做出什麼 哪一區 中山區 在四 四林 好像都偏的 偏比較北那個 OK 然後呢哪一條路呢 失竊率最高 看得出來嗎 第一名是哪裡 南京東路 有沒有 林申北路 有沒有這上面是 應該各位都知道吧 然後 明泉東 還在附近而已嘛 中山北 也在那裡 OK 內湖路 內湖路是什麼 OK 反正呢就是 什麼時間最容易失竊 其實你會發現 最高的就是 早上10點 到 12點那段時間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會上班 對不對 我是這樣猜 什麼時候第二名 就是大概晚上的 10點到 12點 為什麼這段時間 因為大家都睡著了 是不是 不見得 OK 不過大概就是這樣推測啦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是 只是說我只是舉例 來說明 網路上太多這種資料了 只是說 你要怎麼樣快速取得 得到一些訊息 這些其實都不用寫任何VBA層次 只是用什麼很簡單 產生我們要的 這兩個欄位 配合什麼呢 配合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很簡單嘛 這邊可以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你就把什麼 把這個區拖拉到這邊 再把區拖拉到這邊 就會得到這個 這個表 然後再插入什麼 對應的那個圖表 就得到我們要的表 OK 當然未來 你也可以把這個配合VBA 其實這個後面延伸性還蠻大的 自動產生什麼 你要的報表 有沒有 甚至自動去抓網路資料 自動產生報表 有沒有 你要幾個 幾種報表都可以自動放在 各自的工作表裡面 這個是都辦得到的 OK 而且現在 基本上 很多 公司行號也都這樣在做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變成說 不需要重複做了 OK 所以這個只是舉個例子跟各位說明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一下我那個 在哪裡的論壇裡面 我記得好像我最近才貼的 在哪邊呢 在論壇 高階的那個 這個高階函數與VBA的入門這邊 綜合範例這邊分享 這邊就有提到 底下這邊好像就提到這個切到案件 或者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北市的住宅切到 的這相關資料 會得到這邊 這邊有相關資料 出來 OK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回到剛剛 這一題 其實蠻多 題目 都可以 利用類似的方法完成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剛剛這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怎麼樣呢 把 貿號前面的東西切掉的話 方法當然不只一個 不過呢 你可以想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我在雲端上好像有放利用 其他用repress也可以 然後也可以用fine也可以 像剛剛用fine OK 只是說我覺得這一題 最簡單還是用len 因為len上面就有長度了嘛 你就長度再加貿號再加下一個字 OK就可以了 那只是要怎麼做呢首先第一個 我們可以把這個等號以後的公式剪下來 插入一個什麼呢 一個用mid OK我這邊用那個文字裡面的那個mid函數 那mid的話前面有講過嘛 就是 算那個 幾個字 那test貼上 把剛剛那個公式貼上 這一串 那我要做什麼呢 star number 意思是說呢 從第幾個字開始 我要資料 從第幾個字 從這個入職時間 的長度 所以加一個len len就算 幫我算一下 算一下什麼呢 入職時間這幾個字 後括一下 四個字 意思是說入職時間 那我要從 第幾個字開始取我要的資料 第五 第六 第六 有沒有 所以後面要加多少 加 應該是 冒號的下一個字 加兩個字才對 從第六個字開始 那要取幾個字呢 我之前可能會一直想說到底這邊有幾個字 那不是要再算說 這邊長度 總共的長度 減掉 減掉六個字 那後面 不過後來我發現 其實不用那麼麻煩 直接輸入99就好 為什麼呢 因為剛好後面的我全要 有沒有 那我就不管說到底有幾個字 反正後面我全要用這一招就好 這一招真的太好用了 而且不是只有 在這邊可以用 VPA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只要你是從中間取得後面的字都要的話 如果說後面 還有不要的 那你就不能用這一招 所以 就像我後來我只要遇到這種狀況 我就不用管 我也不用去想說要幾個 我就全部要 你只要給他一個很大的數字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有的時候 我在 想那個解決的辦法的時候 真的 不一定只有唯一的解答 所以有的時候 我建議你們去看別人 書裡面解答的時候 不要被他的解答 給 限制住了 為什麼?因為你限制住之後你好像就只會那個方法 其實 像 這些也是自己想出來的 OK 你就 懂得變通一下 很多事情就變簡單了 對不對 你就不用再去想說到底要幾個字 這個問題 99就好了 OK 而且我覺得還蠻好記得的 按確定 但問題來了 如果你按確定之後你等一下會向右向下 那可是向右向下應該會出錯 為什麼出錯呢 因為 行吧 確定嘛 抓 向右OK 有了 但是向下又不OK 向下就不OK 為什麼 主要的原因在哪裡 會不會看出來了嗎 關鍵的地方 因為主要呢 我們LEN 一定是抓什麼 抓這個儲存格 所以你向右的話呢 這個D 如果沒有鎖的話 他會變E 來抓到這一個 沒有OK F G 但是向下的話呢 後面這個E會變2 會變3 會變4 所以特別注意 前面這個D要不要加錢的符號呢 要鎖嗎 不用嘛 E要不要鎖 不要OK就這樣而已 所以特別注意 很多地方也是類似有同樣的概念 如果你這個清楚的話 所以我前面一直強調說有的時候只要鎖籃不要鎖列 或者有些剛好顛倒 那你一定要很精確 不能說兩個都鎖住 像這一題兩個都鎖住要掛掉 為什麼因為他一直只會針對D1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把鎖住 第一列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按確定 OK然後向右 這樣OK 向下OK 放開 就 大功告成 這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意思就是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縱向的一欄的資料 把它分解成所謂的4 所以1分為4 其實你會發現 在以色列的世界裡面很多都是分分合合的 像這邊是什麼 1 分成4 那將來還有一種是什麼 再把4分為 再把它合併回來 所以這4個假設如果說你們延伸性 好像我記得雲端上 也有做合併回來的動作 如果 我希望 請你把這4個欄位再幫我把它變成一個 欄位 怎麼做 OK 這個就是值得去想想看 因為工作裡面真的很多時候 就是你要先 產生你要的欄 那你要欄可能就是要4個欄 那你就變出4個欄 那再來又可能另外的報表是需要一整個 合併完的欄 那你又要再把它合併回來 也就是說你要針對你報表的需求 去產生你要的欄數 這個好像蠻常見的吧 有沒有所以資料的分跟合 我後來發現其實 以下裡面蠻多地方 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如果你這些事情都可以很順暢的 可以把它馬上做出來的話 問題好像就變簡單了 有沒有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種體 體會 而且你們可以去找相關的案例 太多了 我發現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思考一下 所以剛剛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1 我們是把原來的這個index的部分 減下來 放到哪裡呢 幫我放到 這個mid裡面的這個貼過來 第一個 然後面的話我們就是用 Len加2 再記得關鍵的地方一定要鎖住1 因為等一下向下不能變 向右可以變 所以d記得前面不要鎖 後面的話加一個99就好 意思是說後面的字我全要 OK 當然你不一定是要99 記得你用9也可以 你好像只要超過那個字數就可以了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 裡面總共就用了幾個函數 123 4mid 5Len 5個函數 這樣串完 其實我是覺得 還算沒有那麼複雜 這個用 公式 或許還OK 但是後面還有一題 如果用公式你可能會吐血 為什麼會太長了 那時候怎麼辦 是要繼續往下用 公式嗎 不 用VBA吧 因為VBA反而簡單 OK 所以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題做完之後 請各位想想看 把它 複製一個工作表 變成 VBA 兩個按鈕 按下它 自動分割 按下清除 自動清除 那這要怎麼做 OK 那VBA的話 其實 邏輯 跟前面的還蠻像的 也就是說 你就是 告訴他說 For I 等於什麼呢 For I 你可以 跟他講說 從第2列到第9列 可能會多一個J 從第4列 記得用數字 4到7 這個範圍先跟他講一下 那我要放的東西 剛好就在這裡 所以請你幫我把 資料從這邊一個 一個的放過來 其實就兩個回圈 再跟他講說哪一個儲存格的資料 幫我帶過來 再做切割 就完工了 OK 所以請各位待會也試完 剛剛的工事之後 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用VBA完成 來外面請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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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